我非常高兴 为我的计划的朋友们的支持 而为当地时间24日 李希·苏纳克正式接替利兹·特拉斯 成为英国保守党党魁 他将出任英国第57任首相 届时他将成为英国有史以来首位印度裔首相 1980年 苏纳克出生于英格兰南安普敦的一个移民家庭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 拥有哲学 政治和经济学学位 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从政之前 他曾在美国投行高盛公司担任分析师 也在多个对冲基金工作 积累了约和13亿澳元的身家 苏纳克表示 他上台后将以政治谦逊的态度 为英国人民服务 我们面对一个深厚的经济挑战 今年9月 苏纳克在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后 曾参与过保守党的党魁竞争 但输给了特拉斯 但让人意外的是 特拉斯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商人后仅仅45天便引就辞职 这和他失败的减税政策关系密切 他推动的政策引发了巨大的经济问题 英国金融市场动荡 英镑汇率跳水 在他下台之前 财政大臣与内政大臣也相继辞职 导致该计划全面破产 如今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 在上任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英国目前面临空前的通货膨胀 高昂的生活成本令许多英国人不堪重负 而保守党的支持率每况愈下 部分民调数据显示已大幅落后反对的工党 多个在野党都呼吁尽快进行大选 这将给苏纳克带来巨大的考验